1月21日,记者从广东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获悉,现已初步查明,该事件系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为追逐个人名利、自筹资金、蓄意逃避监管、私自组织有关人员,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。 据调查组介绍,2016年6月开始,贺建奎私自组织包括境外人员参加的项目团队,蓄意逃避监管、使用安全性、有效性不确切的技术,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。 2017年3月至2018年11月,贺建奎通过他人伪造伦理审查书招募8对夫妇志愿者,艾滋病病毒抗体男方阳性、女方阴性参与实验。 为规避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得实施辅助生殖的相关规定,策划他人顶替志愿者验血,指使个别从业人员违规在人类胚胎上进行基因编辑并植入母体,最终有两名志愿者怀孕。 其中一名已生下双胞胎女婴露鲁娜娜,另一名在怀孕中。 其余六对志愿者有一对中途退出实验,另外五对均未受孕。 该行为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和科研诚信,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,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。 调查组有关负责人表示,对贺建奎及涉事人员和机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,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, 对已出生婴儿和怀孕志愿者,广东省将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,与相关方面共同做好医学观察和随访等工作。 2018年11月26日,贺建奎团队对外宣布,一对基因编辑婴儿诞生,随即广东省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展开调查。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一经公布,引起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,特别引发了法律和伦理方面的争议。 2018年11月29日,国家卫生县康委、科学技术部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三部门负责人接受采访表示, 此次事件性质极其恶劣,已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,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于以查处。